看完这条资讯 我们再来关心一条来自奥克兰机场方面的消息 近一年以来 奥克兰机场以及新西兰航空公司 正在进行飞机新航线的测试工作 这工作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是 减少碳排放来保护环境 应该说这一目的非常的好 但是这一新航线的测试 也引来了奥克兰中区不少居民的抱怨 来看这方面的一条消息 那些认为飞机造声 给社区带来巨大影响的居民 在该问题上充分表达了意见 上周二百多名来自奥克兰 Mont Eden Ebsen Royal Oak Wantree Hill Unihanga Mangory Bridge 还有Remiria的居民 认为参与Smart实验的飞机昏鸣声 让以前的安静街道不复存在 今年2月开始 奥克兰机场新西兰航空公司 进行为期一年的Smart实验 目的已减少燃料使用和二氧化碳排放量 机场发言人在居民听证会议上指出 这个实验的影响微乎其微 机场的航空业务经理 朱迪尼克尔说 每天早上7点到晚10点 只有三家航空公司 10个航班参与这个实验 该实验将在下个月结束 明年2月再进行回顾 但许多居民依旧认为 生活受到飞机噪声的负面影响 目前奥克兰机场 已委托专业人员监控噪音 来评估这些投诉 先前 机场在Ebsen 安放了一个3万纽币的噪音检测器 并计划再增加两个设备 监测结果表明 新的实验航班 和已经运行近15年的航班 几乎没有差别 但是人们并不认可这个结果 感谢您的观看